中国女排本次首发还是延续了之前的阵容 还是坚信朱婷 李盈盈的进攻能力 首局比赛中 中国女排进入状态比较快一些 土耳其队球员自身失误比较多 中国队抓住机会 以25比23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中 土耳其队四号位瓦尔加斯站出来了 中国队一度12比16落后 中国队没有放弃 追至21比22 土耳其队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 防守反击的传球做得不到位 应该给四号位 但王梦杰把球传给了龚翔宇 后排防守没有人了 非常可惜 如果打到22平 可能就不一样了 关键分应该给关键人 第三局比赛 瓦尔加斯越打越猛 整个第三局 中国队一直落后 中国队没有放弃 追至24平 24平后 土耳其队连打2分 拿下关键的第三局 这一局中 四号位自己就拿了15分 第四局比赛 中国队背水一战 放手一搏 一度19比10领先 土耳其队一直在反扑 追至2分分差 20比18领先 中国队没有给对方机会 25比21 拿下第四局 第五局比赛 中国女排上来 就先拦了 瓦尔加斯的两个进攻 但是第五局 这个裁判有些过分 在关键分中 对方过往击球 明明回放已经看到了 但是裁判还是没有改分 被黑了一分 比赛开始后 中国女排一船 连续出现波动 而土耳其的强力 接应瓦尔加斯发挥出色 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 中国女排 对瓦尔加斯的篮防 做得不成功 而且前三局 李盈盈状态并不好 扣球和防守都出现失误 反而是朱婷的表现 更加出色 直到第四局 中国女排的状态才打开 到了关键的第五局 裁判的两次误判 葬送了中国女排的机会 土耳其队 有一个明显的过往击球 她不判法 我们中国队 有一个有效救球 她把分判给土耳其队 还是我们使用挑战 她才把分判回来 请问你真的专业吗 整场比赛 中国女排最大的问题 是一船不稳 不过我们的篮网 比对手要好 龚翔宇 朱婷 李盈盈 发挥很不错 但是复攻表现一般 进攻多次被放弃 但是最糟糕的是 主教练蔡冰 她再次一套阵容打到底 就算换人也是 吴梦杰换朱婷 丁霞正义心来二换三 明明前两局 李盈盈状态不佳 一传多次失误 为何不用张长宁来换 袁星月一开始 篮网不好 为啥不换高一 所以中国的 替补队员的作用是 其实第三局 我们落后六分 到最后追到 只落后两分 追分那段时间 真的很热血 也很满意了 但是教练太过顽固 张长宁只能做 发球替补吗 为何他不能去换李盈盈 最后第五局 吴梦杰换朱婷 也是有待商榷 吴梦杰的进攻 有朱婷好吗